我今天要导读的论文就是ULO V2 然后其实这一篇这个title 其实ULO V2是Better than Fasterly 它没有包含到Stronger的地方 所以我把它返回 那后期我会讲为什么没有Stronger 这东西 那我是这次导读的讲者 我是瑞碧 然后在FB上面的ID是Mora Chen 那我们今天主要导读的是这一篇论文ULO 9000 那ULO 9000跟ULO V2的差异呢 就是这个ULO 9000的模型 它可以定是9000类的类别 那ULO V2只是比较说明是针对架构的部分 所以这是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别 那我们今天导读这一篇 那ULO V1 V2 9000到ULO V3 其实都是这位讲者 然后他蛮特别的 就是他的CE都是一个彩虹小马的CE的履历 那他是华盛顿大学 那ULO呢 其实他是一个one stage的物件侦测的系统 那什么是物件侦测呢 他除了要做影像的类别 然后要透过NN的架构 把一些feature给抓出来之外 他们把影像他所在的位置给定位出来 这就是object detection 那ULO系列其实很多很多 其实你细早的话 根据ULO发的可能有十几二十天 那目前比较红的ULO V1是第一个始组的 然后ULO V2跟ULO 9000是2016年12月的 然后ULO V3是在2018年出版的 那最近2019年呢 其实在另外一个社群有贴这一点文章 叫SparklingULO 然后我没有看 但我大概看了一些材料 然后他写准确度到97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去看一下 怎么样把ULO做调整 让他准确度可以大大提高 那另外我们这系列 今天的导读是ULO V2 那在大概是5月19号的时候 我们会请另外一位讲者 来导读ULO V3部分 那我们今天cover主题 就是我们是ULO V2嘛 所以一定要review一下ULO V1的部分 让大家才有感觉ULO V2 跟ULO V1的一些差异 然后另外在ULO V2里面呢 他有所谓使用的当年19的这一个架构 所以我们也会大概提到 来说明为什么采用这个当年19的话 会让这个ULO V2可以更快的过分 那另外呢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自己有用ULO V2 来新用在这个专案上面 那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整个执行专案的一些过程 跟一些技巧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首先进入到 我们回顾一下就是上次3月 3月17号 江宇如有介绍ULO V1的东西 那ULO V1呢 其实他最主要一个 主要就是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他要保图resize到480x480 448x448 然后要执行一个下面这个卷积类神经网路 那他罗型主要输出的部分呢 就是要主要输出每一个物件的信心程度 然后根据根据这个方法来秀出突变的偵測到一个结果 所以他总共在ULO V1里面呢 他总共踩了24层的卷积 然后两层的VCMDL VCMDL 那我们先 先复习一下ULO V1 它的奥布特的东西 ULO V1呢 其实它最后奥布特最后的这个 feature 其实是7乘7乘30的这个tensor 那7乘7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做 其实它就是把一张图片 然后切成7乘7的小格 那每一个小格呢 都有它的一个预测的值 它自己的长度 在这个例子里面是30 30的长度 这30包含什么呢 它有包含了一个box 两个box的值 跟20个类别的output的预测值 所以它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假设我们把集成器的某一个输出的话 它前面就是box的五个预测值 另外一个box五个预测值 跟后面20个它想预测类别 到底是哪个物体 这一个sale到底预测到哪个物点的几率值 所以假设我们马上捡写的话 可以捡写成下面这样的一个数值 那我们再细看每一个box 它在ULO 里面 它预测出来是什么东西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有两个box 然后每一个box里面 预测五个参数值 然后这里的c是20 20个类别 所以才能得到这个output 在这个例子是 基层器的sale 然后它的长度是30 那在box里面 再看看这个是预测什么东西呢 其实它是预测bounding box的中心点 那这个中心点它要负责数值的意义呢 其实这个xy就是bounding box的中心 那这xy里面呢 它会去跟这个sale里面 它的长度去做比较 所以NNN学到的是一个ratio的值 sy之后NNN学到是一个ratio值 bsby 那另外一个值呢 是框框的长跟框 框框的长跟框的部分呢 也是它根据整张照片ratio的比例去看 所以是BWBH 然后呢CI呢是 CI呢是每一个project里面乘上 这个你估计出来的值跟真实值的分 它的IOM的值 那大家如果上次有来 应该就会知道 所以我就不介绍这个东西 然后CI PICI的部分 就是预测 当这个sale里面预测到有物体的时候 它是属于类别1 类别2到类别20的几率 那你怎么得到每个box里面 特定class的几率 这里用到有条件几率的概念 其实它就是把这两个预测的值 相乘起来 就可以得到每个box里面 有特定class的几率 红色地方就是条件几率 后面就是在这个sale里面 有物件的几率 然后乘上它定位的准确度 那每个sale里面呢 其实当我们估计出来 C1到C20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根据 这一个值的大小 来判定这个sale里面 这个地方就脚踏车 很红色的地方就是车子或被子 我没有注意到它带有被子 不过我们如果以狗的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就相对来说是很明显 那其实在UV1 它有一个很强的假设 其实它假设到每一个sale 就固定时负责侦测到一个物体而已 而是不管我们这里设定了多少bunding bus 所以不管这里设计了几个bunding bus 它预测这个sale里面预测出来的类别 就是靠后面这一串来代表 所以这是它在采用在设计这个模型之中 很强的一个假设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它就一个很强的限制 假设这个sale里面 假设我们在台湾很常 机车上面载的人 所以这样这样的情况的话 其实在这个模型就很难 在那个sale的话 你怎么知道它变车是人还是机车 假设那个sale倒是一个人在骑着一台机车 所以这样的情况在如果bunding 就没有办法侦测出来 或大辨识率就坏了 这是它可能其中一个原因 那另外上次有提到 大家有问到loss function 所以我这边特别整理一下loss function的东西 loss function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阿库特 其实发现它的阿库特就是这些嘛 那这些它要预测出来的东西 一定要设计在loss function里面 你才能让这些参数去train的越来越好 是达到你的目标 那loss function就是根据你要达到的目标 去设置出来的一个function 好 那它想要达成什么目标呢 bx dy就是你预估出来bunding box的中心点 所以你希望预估出来bunding box的中心点 和你实际的中心点是越接近越好 所以它用距离的概念去做呈现 那这边的参数呢 其实它这里摄五 也就是说摄五的话就代表 因为它这里全都没有摄五 然后下面是0.5 你可以发现其实它非常在意 它预测bux的中心跟大小 是不是够准这件事 它有在这里做一个调整 那另外就是它在这里 除了在边框的部分bw跟bh 就是bunding box的长跟宽 那它这里为什么不只取平均 把它两个跟中心点一样 两个相减 然后再平方 而是在需要把这些做一个开根号的原因 其实它有发现到一件事 对于大物体啊 它产生那个距离的误差的几率 其实会比小物体产生误差的几率来的大 假设它们都产生相同一个误差距离的话 大物体可能一点点预测误差 它可能就有10公分的 我用假设用10公分的差距 对小物体而言 它要差距10公分 其实那个几率其实是很小的 因为它物体就小 它不可能往旁边用去 或者同样的位置 所以大物体产生同样的误差距离的几率 其实是大与小物体产生同样误差距离的几率 所以它这边会用一个开皮半根的方式来处理 把这个这个条件把这个忧率给消除掉 然后另外呢CI呢就是来看别每一个cell里面 它是不是有物体的存在 所以它有去看是不是真的有物体存在的话 它要把这个东西给预测的越主越好 然后另外就是假设它是没有物体的话 这里有一个Index Identity Function 然后假设是没有物体的话 这个就是E嘛 那为什么它要这么做呢? 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一张照片里面 真的有物体或你关系到的问题的范围其实很少的 所以它怎么避免掉这个问题呢? 它就是在这里去做调整 那它把这里的参数调少于0 就是它比重会下降 它不希望模型去学到背景的物件 只有侦测到这件事情 对,它在这里做一个调整 那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我在读这边的时候 其实有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在这里它特别解释了这一段 为什么它浪达 它有解释这里为什么是采用0.5 那它主要是说明有物件的 在照片里面有物件的是少数 所以后来我发现有些路纹 都会特别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可能用不同的手法 所以如果大家后面有不高相同路的时候 或者是你对这个问题本来就知道 等一下讨论的时候给BP 或大家去讨论 所以在其实在这边 就会有unbalance的问题 除了是我们标记unbalance 但这里其实也有物件跟非物件unbalance的问题 这是我看这边想到的吧 对,大家自己还在思考这问题 然后这张图呢就是说明刚刚为什么要开通号的原因 假设这是big bus 然后它的距离是小较 其实距离都是相差0.1 小的bus距离也差0.1 但是它这个会产生这个几率其实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要把这个音速给调整掉 所以它把它开通号之后 它这边距离就会比这边来的小 它用这个动作去做一些调整 对,这个图我觉得还写的蛮清楚的 因为它x轴呢其实是x y轴就是x开通号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架构的架构 除了它的要几层卷积啊几层扑林啊 其实它的loss它怎么设计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 那另外就是上次没有提到 对nulo部分 其实它原本我们有画每一个sale都会画两个boundingbox 在loss v1的这个例子里面 所以它现在切成7乘7的话 总共会有98个boundingbox 那在画面呈现上面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boundingbox都画出来 所以它这里利用了non-max subtration的这个技巧 然后来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看下面这张这张图就好 假设现在有很多sale 很多boundingbox都预测到这个车子 那你最后秀出来的图形是要秀直 但你只能秀一个 你不能秀很多个 那你怎么选出最好的boundingbox 那这边就是用这一个方法 我等一下会大概来说明一下 那所以在我们刚刚的output里面 其实有去记录 每个boundingbox 它在这个sale里面预测到 是不是有某一个物件的几率吗 还记得吗 那我们就把这个值拿出来 所以横轴的话 横轴这一列 其实就是假设是狗 就是在不同的boundingbox之下 每个boundingbox 它预测出来是狗的几率有多大 所以你把如果只看这个横轴的话 你就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挑选出来 在98个boundingbox里面 哪一个box是最有狗的可能性 那所以我们只看这个的话 这个横轴就出来 那它有假设一些数值 假设boundingbox 47 它的这个估计出来的几率只是0.5 然后boundingbox 3 20估计出来是0.3 那它怎么去做一些挑选的动作 那所以你在URO的程式里面也发现 它会有一个罚值的设定值 它要去做这个罚值的设定值 是大于多少的时候 才去这两个才去做比较 假设这两个的IOU值是大于0.5的话 就代表这两个其实是很接近的 那很接近的话 就把比较小的那个设成0 就不会秀出来的 所以它是透过这个方式 所以这里它这个法子 目前是设定1.5 那你也根据你的使用性 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你只要搭配 知道它这里执行的意义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议计 那它就以slate推 当第一个跟 第二个大的跟第一个大的去做比较 你就完之后再比 第二个大的去跟第一个大的去做比较 那这就可以立即完成这个序列的update 然后完成序列update 只是针对狗这个类别 所以你还可以针对刚刚二十个类别 每一个类别的横轴的这个 高负责值都去做 担任去选出它的最大值去做呈现 所以最后你就可以秀出来 秀出来狗在哪里 然后车子在哪里 脚踏车在哪里 那这边大家有可以吗 有可能那个类别啊 嗯 类别它看的是不同类别 然后两个是相近 但它现在只取很种来看的话 就是同一个类别 就是同一个类别 嗯 但是它是用这样转 所以它我觉得它要很强角色 就是狗可能也只有一个 一只 那我是有一只对啊 你说它会被在判断的时候 它其实有可能判断自己 那我稍微整理一下Ulo V1的一个限制 其实Ulo V1在Sale上 每个Sale可以设计很多个bunding box 但它因为模型上的设计 它一个Sale只能预估一个类别而已 估计一个类别 它没办法估计多个 所以它就限制了 所以如果几个比较大件的中心 刚好出现在一个Sale 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 那另外一个它这里采用了 非极大极易是这个东西 所以就会造成 如果某一个Sale里面 有很多物件是重叠在一起的话 那通过这一个方法的话 就只能判断出一个物件 它没办法判断出很多物件 比如之前有些人都会去照 去用一张照片里面 有密密麻麻的人 或密密麻麻车子去看 这个模型的好怪 那相较而言 这种Ulo V1 就会有比较大的限制 这样子 所以Ulo V1 对于很小物体 会比较难辨识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 那又在Ulo V2 我们又会做一些调整 那针对Ulo V1 它的bunding box 它这里 它说跟FaXR SDNB 它的定位错误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然后在Ulo V1 它的履扣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如果要做另外就是 Ulo 里面它的bunding box 它是长宽 所以它其实没有做特别大的限制 它就要去侦测这个宽的大小 所以它其实针对物件的长宽比较少见 或排列方式较逸长的话 Ulo V1 就比较容易做出一些物件的预测的错误 然后在Ulo V1 它这里总共有五层的Messpooling的Layer 所以它也容易让一些特征的消失 所以这里的话 在Ulo V2也有做一些调整 然后刚刚我有提到 在Lost Function的地方 其实Ulo V1 它有做一些设定 希望其实消弭掉 就是大物件它的误差 然后让小物件的误差 能够更容易被看见 可是其实我后来想一下 它在IOU的设置里面 它其实没有办法做同样的处理 不管是大物件跟小物件 它IOU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会长 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其实它在Lost Function里面做的调整 那我们现在讲了Ulo V1 然后我们看一下Ulo V2它的一些变化 那Ulo V2它总共有三个 演变越强的地方 一个是越来越好Better Festum就是越来越快 然后Stronger就是它的电视的物体 越来越多 这是它三个部分 那今天呢我不会谈 因为我讲的是Ulo V2 是Ulo V9000 所以Ulo V9000那一块 可是它类别是怎么去做分类那一块 我就没有研读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如果是用在自驾车上面的话 大家可能就要去了解那一块 就要把各个不同资料库里面的类别 融合在一起使用 让你的模型电视主确度越高 简单一块就可以去用到 那今天我们就是特别讲到Ulo V2的部分 那第一部分呢是Better的部分 其实在Better里面它总共做了七项的改进 然后每一项改进 我觉得它还很用心的 就每次就调教一个东西 然后去看它的MAP跟之前的做比较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看 它不同的调整之后的效果是怎么样 不过我觉得这边又有个tricky的地方 就是其实它是按照顺序调整的 但我猜它自己在做实验的时候 可能这个顺序不是一开始的顺序 只是要跟大家聊天 那我们就按照它这个罗列的顺序来介绍 它这个中间是怎么做调整的 然后怎么执行这样子 那Ulo V1呢其实它也有想办法 不要让模型越复杂 所以在Ulo V1里面 它是用Drop out的这个方法 来降低模型的复杂度 那Drop out呢就是其实你原本 需要很多个神经元 那你在Drop out都是随机的 把某些东西神经元的效果拿掉之后 然后就可以重建一个比较简化的模型 然后去看这情况模型的预测能力怎么样 假设预测能力不好的话 然后它就会再做一些调整 然后去一直模型训练到最后 找到哪些神经元是被启用的话 它预测效果还是一样好更模型 那它是采用这个方法 那Drop out它通常是放在激活函数的后面 那Drop out最近这几年 其实大部分都被Bething Formulation给取代 那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卷积层的训练本来就少 那Drop out如果运用在卷积层之中 它降低的参数效果是有限的 那为什么你说那就用在卷移阶层就好了 那因为现在的模型 它说就是很卷移阶层很常被 那个全局平均值化成所取代 所以这样子的话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大家今天不采用Drop out 那什么是Bething Formulation呢 就是你可能一次不需要看那么多的资料 一次模型update只看三个资料集 然后就去做看要往下哪一步跑做决定 那可是在这里的话呢 你的就是下面这个 你的Z罐子的分布可能会分布的很广 然后在经过激活函数之后 你会发现假设你的值都在两边的话 透过停留于激活函数 你会发现它微分之后 默色是微分之后的值 就会发现很趋近于0 所以就会很容易所谓的T度 来消失的现象产生 所以这时候呢 假设做了Bething Moderation 那这里的话通常都是根据你的 Sample Z1出来的值 然后去做减掉它的平均值 逐上它的标准差 去做标准化的一个动作 然后通过这样的动作呢 你就会发现它的资料 就会要集中在中间的部分 然后经过激活函数的时候 它就会错落在变化比较大的 这个斜率的部分 这样就不会有T度消失的一些状况 然后也会让模型变得比较简化 所以在Ulo V1到Ulo V2呢 其实它是从Drop out到Veginomodellation做的变化 那它怎么做Veginomodellation呢? 它其实就是在所有的卷基层前面 都加Veginomodellation这个动作 然后它为什么要做呢? 它其实要避免overfeeding 跟加速训练的速度 跟避免T度消失 所以它这个动作其实就有三个好处 然后在这个录模里面 我们刚刚比较出来 它是增进了2%的MAP的部分 在这边OK吗? 然后第2个动作呢 在Ulo V2里面 它就是学Festa Arnema 然后它就把Bunking Box这个东西 变成Ankle Box 然后在Ulo V2里面 这里是5个Ankle 那等一下会讲 为什么它这里会涉及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所以原本其实我们都知道 Ulo V1有个限制 就是它一个格子只能预测一个物体 所以现在采用了Ankle 它就是想希望能当物件跟物件重叠的时候 我一样能找出这两个物件在哪里 所以它希望一个格子呢 可以映测多个物体 那这里Ankle Box 它可能就是设计不同的长官来做比较 那你们大家可能就会问说 像我在图的时候我就会想说 那要选择多少的Ankle Box 然后在这边的话5到10格的话 你越多的话大概是越好 但是脸红型就会相对来说越复杂 不可能跑得比较久 或者是不能收入都可能 那另外就是Ankle Box的比例要怎么做调整 原来像这边感觉都是固定的嘛 在FaceRM是固定的吗 它有比例啊 它有一张1.1然后1.2 所以就是先固定 然后再跑进母亲里面 那在Uno V2里面 等一下会说 它是用一个CAMI连算法 然后先找出它要设定的Ankle Box的数量 跟Ankle Box它尺寸的大小 所以这等一下会说明 那另外我在图的过程中 我发现有人都会分享说 如果能正确的调整Ankle Box的模型的话 会提高模型的组讯 所以我之后可能会 这类似的东西来试试看 你觉得吗 就给你 请问一下 所以Uno V2 我就是因为 就是会有不定 等于有点像不定数量的Bombing Box 有那个Sale的感觉 可是我可以设定 几个Ankle Box 其实都可以耶 B跟那个都是可以调的 在Uno V1是Bombing Box的数量 然后在Uno V1图示Ankle Box的数量 那都是可以调整的 都是你可以自己控制的三数 嗯 是 嗯 OK 我们还有问题 嗯 就是Ankle Box 然后Ankle Box 然后Ankle Box 那他们 最大的差别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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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就是我想问的 为什么会变得可以预测多多 因为Bombing Box呢 是两个坐标 共用一组 那个Class的几率 在同一个相当里面 那 Uno V2他把它拆开来 就是你要五个的话 那你就会五组坐标 五组那个Class 好 好 可是在贝斯安拉里叫 他还有第一名Ankle Box 那种Ankle Box的历史 其实 你把回归到 连海斯莱丁目标 他你要用多大的方式 自己找一个安全 嗯 他的目的是在这里 嗯 你要用多快 那你在Uno V1的时候 他用Sale来看安全 对 那他在V2的话 他想要扩大 所以说他的范围就是变成很变大 来侦测一个Upject Uncle Box就是在 你的Size window 你要用到多细多宽 才能去找Upject 嗯 对 所以说Fastar先 他们才会去说 先第一个 因为你的Size会很多 所以说他把 他觉得不用用到那么多Size 所以把它先固定 长宽比有一个1比2 2比1 然后1比1的方式 来找Upject就好 不要去弄到很多的Size window 去找Upject 他的目的是在这里 这样你的计算量就会降下来 一个Upject的大 一个东西的Upject 都有一个大小在那边 跟你跟你要做的 你要观察的东西是有关的 你的观察要看到很细的话 你的Size window 其实要很小 跟你的Ankle Box的调整也有关系 其实整个脉络是这样来的 这样有听懂啊 这样有听懂啊 这样有太多 因为他感觉会是 两个原始的定义 是不是 是 感觉 他们同时的差异 好 那感觉都是画一个框框 然后画框框 你不看他都是画框框 他只是说EURO V1 不然他画框框就很固定 比如说他可能是气场系 一个方式来找一个Upject 可是到V2的话 他觉得不要只有画这样子 他可以去有不同的方式 可能他有比较长的方式的框框 来找Upject 或是比较宽的方式来找Upject 他把他找Upject的方式再扩展 对吧 就是如果你从 你一个SizeEURO 你在找Upject的时候 你可能这么大的在找 对 可是你也可以这么大 或是这样来看Upject的方式 当你的SizeEURO大的时候 你会看到Upject的方式 就不一样 我觉得你讲比较像是 那个邦金Buds 常宽的欲求比 让他比较好训练 对 那他可能是想要搞懂是 两个Bunding Box 开始的定义是查在哪里 那 呃 从一开始YOURO V1的Bunding Box 是 呃 想像是一个30乘以1的那个矩阵 因为是两组嘛 X 呃 X座标 Y座标 还有WH 我得想像你跳下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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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B层5那里 对 它是XY 还有 宽高 然后再加上 那个 Combinance 或 这样是5 5格嘛 然后 呃 YOURO V1它会放 两组 这样子的坐标 所以是 用掉10格 然后那个时候的 class数是20格 所以加成30格 但不过 他要用YOURO V2的 方法去做这个 去做 去改进的话 他会变成 应该是要 一个BoundingBox 25 就不共用了 就是 座标 座标 然后 class 20 所以25 所以就变成25 乘一个区分 然后你要5个BoundingBox 那你就是5指量的 你的意思是说 我有5 假设我有5个AchoringBox 那5个AchoringBox 都会有 每一个AchoringBox 都有5个指 这5个指就是 有Object的几率 跟中心坐标2个SY 还有 长宽 就是宽高 所以总共是5个指 但5个AchoringBox 都会有这5个指 然后5个AchoringBox 后面会再带20个 几率 对 因为刚刚Mora提出来的 刚刚Mora说的 那个就是 YOLO V2的好处是 它可以每个Achoring 去辨识不同的Object 所以Object如果重叠 在同一个孔方里面的时候 因为你有2个Achoring 所以其实 你有2个AchoringBox 可以分别辨识出不同的物体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设定 每个Cell有5个AchoringBox 就会有 每一个AchoringBox 就会带出 前面有5个指 然后后面会有20个几率 然后这样会有5个 就是for一个Sale的那样子 对 只是说 YOLO V2 它当然 它的例子就不是20个Class 可能是用叠组资料 更多个Class 好 对 我不信你大家讲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看过一个 我是这个意思 補充 一年底的 它会分成2个Box 是因为 它原始也论是 一模一样的大小 不可能有2种可能 所以它两框 才会不同的大小 它只有要求不同大小 你不是说 YOLO V1 我有点忘记这句话在哪里 看到 在它里面的论文 它就是说 应该是别人推出 不是原始论文 就是说 它原V1的时候 它有人说 我这个框里面有两个 脚踏车跟人 或是狗在前面 它重叠性很高 那一个一模一样的大小 光是没办法 取分这两个 它只能选分数高等 可能是这样 然后追到2的时候 它就是说 刚才有不一样的大小 那在计算的就是 我们在训练的权重过程 一定会有一点点的故差 让它可以分出两个步骤 这样就可以在一个非常接近的 目标位置内 有两个结果 它只有做到两个结果 只是我推它 一代跟二代 就是UncleBug 它原始的用意 是在于说 解决同一个坐标 有两种可能 对对对 这样后面都是推演 变化出来的 我总结回答 它的问题 因为它疑惑 防疫Bus 跟Bus差别 那刚刚大家讲的是 根据定义上使用上的差别 如果你用防疫Bus 大家可能就限制 在那个Bus里面 可能就能预测一个物件 那如果UncleBus 就是每一个UncleBus 它不会受到Sale的影响 位置的影响 然后去估计 每一个UncleBus 就会估计 属于自己的物件 这样子 感觉上 目前的区别 是使用上方式的区别 因为你刚刚问的是 定义上方式区别 我就 我目前没有看到有人去定义 UncleBus到底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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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开始他们就说 反正就是物件 把物件框起来四个框框 只要能框起来 你就要Bus 对 那我后来会再查 然后如果有 我再跟你讲 就是它的定义部分 然后目前就跟你讲 大概可以用使用方式上的差异 来去做区分 OK 那如果有问题 大家要订 那里面讲到五个是指審 不是 那五个是指審 好我等一下会讲 谢谢 因为我也是后来看到我 的地方我才看懂 为什么那叫五个 因为通常很多在做这个 很多事情 先设定好而已 我会特别讲远 所以大家很厉害就把这一页讲完 所以Ulo V1呢 其实就是一个Sale里面 你可以设定很多个BoundingBox 那它预设每一个Sale 就是预估一个物件 所以即使你有很多BoundingBox的话 下面是共用同一个物件 20种物件几率 它是不是共用的 假设Ulo V2它变成UncleBox 所以每个UncleBox里面 它除了去记录 它的Box的坐标 四个点的坐标 跟它的细心度之外 它每一个UncleBox都可以预测出 它是哪一种机率的机率 哪一种物件的机率 所以UncleBox它这里的长度 就会是25 UncleBox2的这里的 Ulo V2的长度 就会是25 这就是它 这两个Ulo V2形式上的差异 所以也可以让它的限制给降低 就是你可以在同一个Sale里面 预测多的估计 然后另外就是在Ulo V1呢 我们刚刚有说它要resize到 48到48 那在Ulo V2呢 它这里是resize到416到416 通常是一种比较不一样 因为通常是要越大 UncleBox的resize到越大 它解析度越好 才能让你的小物件侦测变更好 但是它这里反而变小 那它这里变小 它要去解释说 因为它觉得很多的物件啊 其实尤其是大物件 都是居住在整个照片的中心 表示你一台车子在这张照片 刚开过去就是很大 所以它希望是这一个Sale 就是预测到那个最大物件 这是激素的Future Map 有可能是这个去预测到 感觉它想避免这个状况 所以它用416乘416 那其实后来我看它的好的结果 它其实也可以从结果来看 为什么它最后挑选416的这个原因 那等一下会讲 那我们刚刚就有讲到Incobox 你要怎么挑选到很好的Incobox 它的尺寸Size 那你就会很好 那一定有人 如果是希望全自动化的人 就会说 反正模型会自己学习啊 那就是box会自己做调整啊 为什么要先给它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初始值 那其实初始值其实在 那模型其实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初始值不好的话 可能它要跑很久 或跑到不该好的地方 然后就模型就消失了 所以在Uno V2的话 它就采用一个蛮特别的方式 它用Paymeans这个概念引进来 然后去挑选出好的Incobox 那因为让大家好进入这个状况 VD大概都知道Paymeans 所以我先讲解一下Paymeans的一些流程 然后再从这个角度这样切入 大家不可能比较好看的懂论文 它怎么在这里做 把Paymeans应用到这个东西上面 因为一开始其实我的自己有点看不到 好 那我先讲Paymeans 假设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身高体重 那你只有身高体重的状况之下 你怎么根据身高体重 把这一些点去做分群的动作 然后分到最好 你希望就是每一群里面的人 他身高体重是最相似的 那你就可能会用一些分群的手法来做 那Paymeans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手法 所以第一个步骤呢 可能就是你有一定有两维的数值 然后去把所有点给呈现出来 那通常呢 你一定要有一个初始值嘛 然后现在第一步你就都要知道 我现在要分几群 这个你要先知道 然后再把先取出各群的群中心 也就是initial的value initial的中心 那这个initial中心通常都是随机取的啦 那有了这个initial中心的时候 假设C1是蓝色群的中心 C2是红色群的中心的话 那你接下来就是要去算其他的点 其他的人跟C1 C2的距离 然后假设这个点 他距离C1比较近的话 然后他就是落在C1 假设这个点像这个点 他是跟C2比较近的话 他就是应该属于C2群 所以那你怎么区分呢? 所以他会根据这个C1跟C2的中间的距离 就是所谓的群星算出来分界线 然后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去把这个群剩下的点 去做C1群跟C2群的分层 所以从这个图到这个图 你就可以发现 这个中心点以上的就变蓝色的点 这个中心点以下就变红色的点 所以他就会有分做这两群了 那你分做这两群之后 有群之后 这个真的是一开始最好的群中心吗? 可能就会做改变 所以你根据红色这一群里面的中心点 再去选定一个最好的群中心 假设是换成这个点 然后另外一个点是这个点 那有新的群中心之后 你就可以再找出新的分界线 然后再去分做更好的群組 然后就这样不断的迭代 迭到到所有的群都不做改变的时候 群中心不做改变的时候 那就是最好的分组的方式 假设你分两组的状况之下 那最后的就是最好的分组方式 所以就会有step 1到step 4的这个过程 第一个就是要先决定群组的中心点 总共几组 然后去决定开始初始的群中心 然后重复做3到5的这个动作 要去找出最好的 直到群中心不太改变 就代表你算法收敛 那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可能会直接去想说 直接去想说 那我现在有bunding box 所以我可以用bunding box的大小 或距离来做判断 一开始可能都会加小 可是在用Low V2 它不是采用这一个很欧式距离的概念 所以我们这里通常大家都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提前给另一个或多个尺寸做备权 就会变得更好 这个可以后续做实验座的测试 然后下一个问题 我已经知道 如果我想要提前 提前根据你收集的资料 算出最好的bunding box尺寸跟大小 那怎么定义群之间的距离 然后原本标准KMIS是用欧式距离 在这个方法是好的吗 那通常其实我们看欧式距离 就是刚刚我们刚 另外也有这个问题 比较大的box的话 它产生的距离不差 都比小的box来的大 就一样会造成 我们一直找到大的box这个问题 所以它转而不用欧式距离 它用IOU的这个概念去找出 这个box跟这个box 使IOU最差距 就是越...越小 我们要找出越像越好 所以这个就会很像消减的 就会很小 所以box越小越好 对就会越解减 所以它用1-这个东西 当你的box距离中心很近的话 就代表...代表它们是很接近的 IOU就会比较大 可是对KMIS来看它是越小越好 所以它用1-的概念去做调整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这样KMIS定义的方式 去找到一个...去找到几个ino box 然后让它的距离 在整个ino box里面是具有代表性的 那在这边呢 其实在UNO V2里面 它有应用的dataset是UOC2007跟Coco 这个...这个组 然后它去跑... 刚刚介绍的用KMIS 然后它的措施距离 是用1-IOU的这个定义下去 然后就会发现 对于平均IOU而言 在class里面5的这个数字 来说它是最好的一个分类 那通常我们怎么挑最好的分类呢 通常就是这个曲线里面 斜律的变化接近于0的时候 或后面都几乎没有变化的 这个转折点 我们就是选出最好的分类的组别 所以通常就是 这个图怎么画出来 就是你可能 我们刚刚说KMIS 要给定不同的组别 第一个步骤 所以你每个步骤都去跑一次 然后去算出它的IOU的 平均值 然后所以就可以画出这个曲线 然后再根据这个曲线呢 来选定国外籍的方力Buds分主 所以这边它设施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UNOV2 为什么它内定的NCOBuds 的数量是 我觉得是根据它做这个实验的结果 来去挑选出来的 那它是 这个有个局格是 它是根据BOC22007跟COCO去挑出来 那你的资料其实跟COCO 是要怎么相近吗 这个问题要一直 根据要放在自己的心中 就是当你的COCO資料集 你的COCO資料集 你的COCO資料集 不一样的时候 你的NCOBuds要选五 或许你选五 或许你选一 就好 如果你的都是很大型固定的物件的话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 我们应用用的模型的时候 要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要选五 因为之前 其实我在应用的时候 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那我选五 我发现 其实这个是 或许应该去做注意的 所以我觉得EURO V2呢 它其实跟EURO V1 大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FaXS呢 它可能用1比1 2比2和3比3吗 1比1 1比2和2比1 1比1跟1比2和2比1 对 但它应该是也有根据一些 它常看到去做定义了 可是它没有特别的信价 可是它这里呢 在EURO V2 它是根据你DATA的资讯 因为我也不知道FaXS 1比1 2比1跟1比2是什么来源 假设你现在可能在 晶圆片的那个 瑕疵侦测场景 它的变化都很小的话 那其实它可能 其实只要一个EURO SIZE 或来那根据也不定义 对 所以你要根据你的资料 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在EURO V2 它可以 它有一个prime information进来 prime information 通常我们定义 就是资料 它原本具有一个特性 那个特性 我们已经拿到资料 所以我们可以其实 用在模型的建议里面 让模型可以收敛的更快 或找到更好的组 这个在统计的模型 还蛮常用到 但在那样的模型 到最近这里面 也都往这个概念去走 所以EURO V2 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这个模型 那在这边呢 在EURO V2 这边Rumor里面 它其实有根据不同的 刚刚的K-means 你的距离的定义的方式 不同 然后去做 Average IOU的比较 所以我们刚刚看过 前面这两个的话 你可以发现用 IOU的这个定义 跟欧视距离的定义 来说 它的IOU 事项度来说是提高的 然后另外呢 假设它跟EURO V2 IOU的BASS 跟FAST RCDN比的话 它IOU也是提高的 因为它有用到 资料的一些特性 所以很明显在这里 IOU提高的 其实还蛮多的 然后这里第三个比较是说 在这里 假设你IOU选5 跟IOU选9 到底哪个比较好 当然9 你分率越细 当然越好 但是你也要考虑到 模型的复杂度 跟模型是不是 容易train 的这个train off 对 所以当大家都一直想说 要主确度越高越好 这个问题其实 其实都 背后都会吸出掉的东西 IOU BASS 指的是URO V2 然后用URO V2 然后用URO BASS 这样子 那个什么意思 这个 IOU BASS 就是URO V2 不要用URO BASS 然后这个的话 下面是FASTRCDN的 Incobox 所以它Incobox 5跟9的话 就是URO V2 那是URO V2 它用你的大一面 对对对 这个Lammer就是 假的这一行就是 它是才用FASTRCDN 然后大英雄80去9 然后跟 去跟URO V2 用K-MISS IOU FAST的概念 来看 大英雄80去9 然后去 相同的一个 表现之下去做文 这样子 那另外URO 总共有7个文 不论人家第五个 第五个就是 它要说明 它的那個founding box location 它是怎麼做定義的 然後在rpn 在face rcn 的那個架構 它其實是 其實我這補余face rcn 我沒有看錯 也就是我感覺上就是 它是預測tx 跟 ty 那xy 是你的 encode box 的大小 所以你 ty 是 random 的話 所以它其實是沒有限定它enco box 的位置 所以它是有點像就是圈圖這樣子搜尋的概念 去找出它的rpn 最好的一個enco box 可能的位置 那在運動 v2 它的意思是說 它把它 constraint 就是有加一些條件 它加了條件呢 你的enco box 其實還是有根據你的切成 剛剛切的七乘七的那個大小的位置去做比較 然後它有這個條件的限制 然後它說這樣這個條件的限制 其實就會變得比較好券 因為這裡沒有條件的限制的話 它可能就會跑到比較不適合的點 然後就不會甩掉 那我們看一下 回憶一下剛剛enco box v2的話 是不同的enco box裡面 你要知道enco box的xy跟wh 就是它的中心頂跟長跟快 那它這邊長跟快 第一跟剛剛我們eulo v1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txtytwth 在這個地方txtytwth 其實這是eulo 預測出來的 奧布特爾這個值 這個值 那它怎麼 這個值是模型預測出來的 那怎麼把它對應到你們畫出這個box呢 它是根據這樣的式子去做調整的 那這樣式子調整 其實它還是有受限到去量測這個值 其實是跟這個中心點跟這個sale距離的邊邊的距離 所以它還是有根據這個sale去做一個限制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的bx dy bwh 就是enco box它的中心點 然後跟它的長寬 它透過這個式去換算出 然後這裡的bwh 其實應該是算prime 我們也就是你可能給你一個參數 然後讓它去換 就我還沒有找到這個程式裡面 它到底怎麼設定 跟這個東西要怎麼設定比較好 如果大家如果再玩的話 給它可以bback 那在這邊eulo v2 它的enco size裡面 其實在程式裡面啊 你會需要去做這個設定 在它內定裡面 它因為有5個enco box 所以你要設定enco box的長寬 所以它這裡總共5個 所以2乘5 就有10個參數值 那後來其實我一直沒有弄懂 這10個參數是什麼 但我有大概找到別人是怎麼去解釋的 假設現在enco box裡面有5個 所以你以後5個值 然後現在前面兩個就是代表 第一個enco box它的尺寸嘛 它的意思是說 它是根據第一個enco box裡面 它的距離 每一個enco box裡面 它的距離的長寬的放大比例 假設現在是1乘1的話 所以第一個enco box的長寬比 就是那個sale的1.3倍跟1.7倍 所以假設是最後一組的話 第5個enco box就是每一個隔點 它的倍數 其實那enco box是隔點的1.1倍跟10倍 在Ulo V2是這樣設定的 因為我後來看Ulo V3 它設定又不一樣 對 所以你要如果是Ulo V3的話 下次那個講者會特別在書名 他們之間的差一些 所以很明顯它在不管在模型 或者是上面它都有根據它的隔點 來去做一個限制的地方 那所以加上 加上那些encomation 然後跟一些位置的一些調整 我們可以發現它這裡大概增加了 5倍5%的眉皮的部分 那它這裡有特別說 為什麼它要做這個調整 其實它大可以把bunding box 直接用enco box去取代就好 但是它發現這樣取代之後 它發現它的模型其實是非常的不穩定的 而且是在前面的innovation 在跌代的時候就發生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它發現通常是 比較常出現在credit的它的中心點的時候 所以它才去做了這個調整 就是把它限制度都跟sale相關的調整 跟個點位置相關 然後另外第六個就是在innovation v2呢 它有去把它的 嗯參考future map做一個調整 它把它多了一個paste through the layer 也就是說它把前一層的一些future map information 引到下一層來用 對然後它目的呢 是要讓這個小的物件 它的一些參數值能帶到最後裡面 讓它小物件的增測的效果變好 因為我們仔細看這個圖的話就可以發現 它這個東西很小的話 也經過一個conversion 它可以future map上面的呈現就是很小的 那你接收到越多層 其實到最後在這個9的地方 其實根本就不見了 所以就是小物件在這個future map上面 它根本無法去做判施 這就是為什麼小物件 其實辨識不好的一個原因 所以在Face RCD跟SSD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都會希望再去調整它的future map 當取它future map大跟小的時候 合併來使用 然後讓它的小物體偵測效果會更好 那在euro v2裡面 它的pass的那個pass rule的layer呢 它是去採它前一個的 就是前一個沒有做mass pooling的 那一個future map來做合併 那我們看一下它怎麼做 這個是euro v2它一開始償還跟輸入 然後你做CNN 它總共做了5次的mass pooling 所以它的償還就縮小 future map就縮小到30分之一 然後所以它在取前一個 還沒有做mass pooling的時候 去取出來它的future map 然後所以前一個future map 就應該是16分之一的大小 然後它再把這個16分之一的大小呢 去做重組 然後再把它合併起來 再把它資訊點加來使用 然後再嘗試到所謂的object output的地方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怎麼做處理的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看 好 在這個地方其實後來我發現 這個這個處理動作 是euro v2一開始提到的一個手法 然後它就叫reo vocation 就是重組的地方 那它怎麼做重組呢 因為其實我們發現 它們兩個future map的大小 是不一樣的 沒辦法直接把necropation 對應到相加 那所以它希望 就是因為它們之間是差二分之一的大小 所以等一下要透過 透過一個手法 第一個就把這個東西把它切成四份 好 那切成四份了之後呢 又不能只取一份 因為代表你其他東西又不見 所以它用一個手法是 它切成四份之後呢 再把這四份變成 增加channel的概念 去把它疊起來 這樣子它資訊都會疊 對 那資訊都會有 而且它future map的大小 就跟後面的那個一樣大 就會去做一些鎖定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它把channel的那個調整弄進去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euro v2它整個的架構 那我們直接從這邊看就好 第16層呢 其實就是它的開始輸入的layer部分 那後面它就是把它存起來 後面繼續做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 做剛剛的重組的這個動作 然後這個重組的時候 然後這個重組的時候 它把它要先做 我先看這個這個的話是 嗯 最後的確配合的大小13分之三 這個是它前一層的沒有做mess pooling的大小 所以它把26乘26 所以它把26乘26變成13乘13嘛 所以它這裡做了一個convolution跟重組的動作 就會變成13跟乘13乘3256 它有確認到就增加了 然後再把它疊加起來 它們疊加起來就變13乘13 乘上1280 然後這樣子再去做reshape 就是把它變成我們要的 然後負責的形式 那其實我在看這邊的時候 其實我有去想說 為什麼這這裡蠻特別的是 它又乘上一個convolution64 我本來想說這個東西 直接做剛剛講的重組就好了 為什麼它這裡還要做一個 64fielter的convolution 我本來想 我想說是不是要截取比較重要的特徵 不要把所有的小特徵都納進來 大家可以看你們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我是覺得這一個點還蠻特別的 感覺有多做有幾種 在這裡 26層 26的這個 然後另外在這裡 你說這64吧 是把這一個 太實物的這一個picture map 然後出來先做處理 他自己處理 然後用64個picture去做整理 然後拿大小型一層一 然後去做調整 我覺得應該是有一些原因的 但我現在還差不多 另外就是這這邊也比較特別的 所以從這個架構來看 其實他都是三層三 搭配一層一的 來去做一個雙層的卷積這個效果 然後他是說跟NNN的架構有關 那 雖然看很多人都可以直接這樣看懂 但我想了解他背後為什麼要這麼做音 因為他這樣做之後有什麼效果 我現在 比較快 我覺得從來比較快 我覺得 所以我還在想 大家給你想一下 然後之後也可以再 先版上 或者我想到的話就 好那另外 另外就是 在Duelo V2的時候 他在Training的時候 就會採用Market Scale的Training 就是他Training的時候 不是為同一個那個Size 不是416x416而已 他會每一次都去做一個Size的轉換 每個四個Apone就去做轉換一次 所以他這樣子會讓後面的模型會比較穩定 當他要變成模型是不同Size大小的時候 他也可以變成的出來 那在這裡他有做 他不同Size大小之後 他的效率跟準確度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 從228到352 他準確度是提高的 然後到416 480到540 那發現到這裡其實是呈現一個曲線的關係 到416的時候 到480 雖然他的解析度提高了 但是他準確率沒有提高很多 所以在模型裡面 他才會內定 V2其實是116的Size 從這個曲線其實可以看出來一些端 因為他希望保持到 用的夠快 但是準確度又夠好的一個狀態 那其實在Fest 剛剛講的都是Fest的部分 他就有七個步驟跟手法 那EURO V2 Fester呢 其實他就是主要是提到了這一個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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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总结一下Ulo V2他目标是提高 提高又能够快又能够好 然后但是他的表现他不希望我们不一直加大 加大当然会好但就会变慢 然后在精度下降前提来让并位的错误率和旅扣能更好 然后这里就是我刚刚提到他就是Ulo V2他比较 用很多3.3的 然后另外他3.3也会去搭配VX1的那个那个架构概念 然后最后得到的模型就当SG